大车视线死角多 用路人要特别注意 10号上午台九线发生一起严重的车祸意外 一名21岁的陈姓油罐车司机 准备右转进入加油站时 也是因为视线死角 没有注意到骑乘在机车道上的58岁谢姓富人 因此发生差状 骑士倒地之后直接被油罐车给撵过去 头部受到重创当场死亡 而初步调查 油罐车驾驶九车只是零 而详细的造势原因还必须理清 油罐车向右靠往加油站 直接撞倒前方的黑色机车 女骑士直接被撵过 当场死亡 远景拉出封锁线 女骑士才刚买的鸡蛋还躺在路上 花莲县收封箱台九线上 中油木瓜西加油站旁 清晨7点25分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死者家属赶到现场根本无法接受 当场气不成声 警方表示21岁的陈姓油罐车驾驶 疑似因为大型车的视线盲区 在切换车道准备进入加油站的时候 没看见前方的黑色机车 才会将58岁的谢姓女骑士撞倒 直接碾过 导致骑士当场死亡 警方到场已经排除 双方酒驾的可能性 初步认定是油罐车驾驶 未留意前方车辆 才造成这起死亡车祸 因此将陈姓驾驶 依过失致死罪嫌 移送地检署争败 记者中文报道